黃珊珊該不該被開除黨籍 該不該不能當立委 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因為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那柯文哲自己今天跑出來講什麼 講說不可能全部都開除嘛 那你就相信人嘛 柯文哲就是你在決定嘛 你在決定黃珊珊可不可以開除嘛 你在決定黃珊珊可不可以繼續當立委嘛 那你們的制度呢 不要每天在那邊吹牛 說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那黃珊珊會不會被開除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問柯文哲 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中平會開會 中平會是獨立機關跟柯文哲什麼關係 那你柯文哲表態什麼 你柯文哲你是黨主席你表態什麼 這個事情跟你無關 除非你跟我講說你們中平會 誰能決定是你黨主席 那你們就是相信人 所以為什麼陳志涵 他要去顧好主席夫人 搞不好有一天 柯文哲電話中決定說 都整個開除啦 吵死啦 每天都要亂 台灣人都沒辦法上班吵死啦 這樣說要開除誰 阿華莎莎 陳志涵 那整個人都要開除啦 最初陳輩子在旁邊說 不要啦 志涵人很好 我一天都沒辦法出去 林家B 太王妹 哎唷 你不要台陳志涵啦 陳志涵不錯啦 小媽媽也會跟他說 哎唷 陳志涵 像我自己的孫子 騎我們 騎我們差不多年紀 我用這個這樣你給他開除 人家人的紅包都沒頭路 對喔 還騎這個公司之線 都沒頭路 對喔 哎唷 文哲啊不要這樣 人家 志涵人的紅包都沒 人家還有小孩你不肯這樣 好啦 陳志涵好了 黃珊珊 最近黃國昌跟柯文哲 經常講說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對 那現在問這個問題 那就看民眾黨的制度 下禮拜會怎樣處理他 對 怎麼會跟柯文哲有關 黃珊珊該不該被開除 黨籍 該不該不能當立委 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完全被關 因為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那柯文哲自己今天跑出來講什麼 講說不可能全部都都開除嘛 對 那你就相信人嘛 柯文哲就是你在決定嘛 對 你在決定黃珊珊可不可以開除嘛 你在決定黃珊珊可不可以繼續當立委嘛 那你們的制度呢 不要每天在那邊吹牛 說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那黃珊珊會不會被開除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問柯文哲 跟柯文哲沒有關係 中平會開會 中平會是獨立機關 跟柯文哲什麼關係 那你柯文哲表態什麼 你柯文哲你是黨主席 你表態什麼 這個事情跟你無關 除非你跟我講說你們中平會 誰能決定是你黨主席 那你們就是相信人 相信人 所以為什麼陳志涵 他要去顧好主席夫人 顧好就 搞不好有一天 柯文哲電話中決定說 都整個開除啦 吵死啦 吵死啦 每天都要亂 台灣沒辦法上班吵死啦 這樣說要開除誰 黃珊珊 陳志涵 那整個人都要開除啦 最初陳志涵說不要啦 那志涵人很好 我一天都沒辦法出去 他又叫他去林家B 哎唷你不要台陳志涵啦 陳志涵不錯啦 柯媽媽也會跟他說 哎唷陳志涵 像我自己的孫子 嚇我這樣嚇我差不多年紀 我想這這樣你給他開除 人家的孫子 都沒頭路 對 還嚇我這個公司 支線 今天忘記了 對 沒頭路 對 文哲啊 不要這樣 志涵人家的孫子 還有孩子你不可以這樣 好啦 陳志涵好了 黃珊珊 搞不好又有電話打進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要不要開除黃珊珊 或者是說蔡壁如啦 謝麗公啦 陳婉惠這些人在那邊講 這些人在裡面講這些事情 這些人也不是中評委 對 他們都是中央委員 那為什麼為什麼中評委的決定 要經過柯文哲 我再講一遍 那時候我們在 這個鄭文燦事件的時候 鄭文燦事件 我們有一個仲裁 我們有一個仲裁 那個叫廉政會 我們有一個 廉政會有一個中評委 那個廉政會完全在民進黨 是一個不可控的單位 就他們要開會 也是媒體問我們 說你們知道今天 那個廉政會要開會嗎 有嗎 有嗎 然後就問那個廉政會的秘書說 你今天要開會嗎 他說有 港主委通知 今天要開會 要開什麼 然後開完之後 開完之後決定了 決定了事情 媒體問說 聽說有決定了 問一下問一下 然後大家在那邊 你新聞稿的時候 主委在下面受訪 主委已經在一樓受訪了 這才是完全 就是說這種做仲裁的 做廉政的 做中評委的 這是完全獨立的 跟黨中央 黨中央沒辦法管他 可是現在你看到所有的新聞 都在討論柯文哲的態度 柯文哲要不要把他們砍 我覺得也難免 因為他們這個黨的人數偏少 不是 那你就不要一天大碗 叫他們委婉 不要一天大碗 因為立法院黃珊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如果把他拔了 那不是會歪掉嗎 平衡感 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民眾黨在立法院還有黃國昌 擔心黃珊珊幹嘛 少了一個黃珊珊還有黃國昌 很勇耶 不得啊 對一個敵五個 這次你有看到黃珊珊做什麼事嗎 第一會期沒有 他說他是在第二會期 他們八個人有分八個會期 各自各自表演 下個會期是黃珊珊財政收支劃分法 他最近有講說 我們立法院要很多事情要做 少一個黃珊珊民眾黨 他這樣爆成這樣 還要財政劃分 真的是我的媽 他上帝喔 當季選總辦事 簡書培你怎麼來了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我今天有參加大家一起討論 等一下你怎麼沒有把主持人放在眼裡 主持人還沒介紹到底 我自己介紹自己 就一個人在Cube 然後並且勇於發言 剛剛益川哥跟千惠姐 還有蘇培議員的講法 我個人是非常的贊成 我跟你們保證 他下禮拜絕對不會去動黃珊珊 甚至李文中他都不會動 最有可能被犧牲的那個人叫端木正 只有他 對 為什麼這樣講 柯文哲 不好意思 因為我過去曾經在他身邊 我在他底下工作過 真的假的 你都沒講 我二零一四年 我那天在導管教友開直播的時候 我有講 那個時候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我有幫就是他在選台北市長第一次的時候 所以你也是柯錢幕僚 對 我第一代柯黑 第一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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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英對他瞭解不會這樣嗎 他不會這樣子 他是一個很喜歡自己把自己當成皇帝的人 他自比用正 對 好 皇帝會說做什麼事情 很簡單 兩派那個臣子最好 通通不要在不要現成一派 他最有很多派 然後呢 兩邊會開始互鬥 互相為了爭取我的寵愛 為了爭取我關愛的眼神 所以你們最後就互鬥 鬥完之後剩下那一個就最強的 我就用他就好了 如果現在把黃珊珊拔掉 會出現什麼事情 會怎樣 黃國昌獨大 對 整個黨團就被黃國昌端走了 你看黃國昌現在 他可以帶著民眾黨團 通通跑去投靠國民黨 他也可以讓他的頭被復崑起 這樣在季頭上摸 摸摸 摸摸 然後讓自己變成 純粹的附水組織 如果這個時候黃珊珊不在的時候 黃國昌就可以完全遂行 他自己個人的野望 那個野望是什麼呢 黃國昌要告告他 什麼叫做睡醒你的野望 野望是什麼我就不講了 因為今天live我就不要講了 好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講 感覺水很深 我要跟他分析的就是說 黃珊珊的立委應該是保得住的 而且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黃珊珊其實在我們立法院的觀察裡面 他其實是相對來說是可以比較 他其實相對的話是 實踐阿伯的理性科學務實 他這個實踐到理性的這一部分 不像是黃國昌 黃國昌他其實這個立場 你就看到他踩得非常硬 他就是跑到國民黨那邊去的 對 所以這跟黃珊珊 我們其實是兩邊是可以溝通的 那如果今天黃國昌知道 有這件事情的話 那當然覺得說 黃珊珊最好趕快走開比較好 這樣子這樣子對我而言 我比較有利 賀文哲一定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不會把黃珊幹掉的